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海绵爱生活 我们的交通现在越来越发达 公路 铁路 私通发达 但是呢 今天小编要和大家介绍的这条铁路 可谓是中国最难修的铁路了 它就是莫托公路 莫托是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 莫托公路全长117公里 修建了50年才完工 不知道有多少前辈在这里付出了他们的青春和汗水 甚至还有人为了修建这条公路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莫托公路是从1961年开始修建的 但是气候和环境条件却是十分的恶劣 在施工的过程中就有40名武警长眠于此 以及几百人受伤 耗资更是达到了上千万 直到1993年 车才勉强可以通过 基本算是修完了 但是没想到刚通车的第二天下起了大雨 竟然将莫托公路给冲毁了 这真的算是寿命最短最悲催的公路了 到2009年的时候重新开始修建 当时预计投资了9.5亿元 但是因为各种困难又变成了16亿 在这之中新建了很多寒洞和桥梁 使得车程缩短了24公里 现在大伙都叫莫托公路 做中国的终极越野之路 很多人都说开过莫托公路的人都是英雄 经历过这里就算是人生一大阅历了 这确实是很刺激 你们走过这条公路吗 敢去尝试一下吗 欢迎留言评论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ay 10 7 10 10 9 10 11 15 19